朝鲜是一个以封闭、神秘而闻名的国家,为了确保社会和政治的稳定,朝鲜政府对国内外的媒体进行着严格的审查和控制。 但是,在这个以男性为主导的国家,除了统治者金正恩以外,却有着四位神秘的女性,会不时地成为国际媒体的焦点。 在本期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揭开他们神秘的面纱,探索他们在封闭的朝鲜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 接下来,让我们一同探索这四位朝鲜女性背后所隐藏的故事。 自2022年,朝鲜政府首次曝光了金正恩女儿的照片以来,金珠爱这个名字便开始在全世界范围内被人们所熟知起来了。 事实上,金正恩有一个女儿的消息在2013年就已经曝光,而这个轰动世界的新闻来自于前NBA球星丹尼斯·罗德曼。 罗德曼在2013年9月受邀访问朝鲜,并拜访了金正恩的家庭。 罗德曼向媒体透露,他亲手抱起过金正恩的女儿,金珠爱。 所以,金正恩这个女儿的存在乃至她的名字一直都不是秘密。 不过,根据韩国时报的报道,一名曾经在韩国情报部门工作了20年的间谍透露,金珠爱并不是朝鲜第一公主真正的名字。 实际上,金正恩的女儿叫金恩珠。 在朝鲜语中,珠爱被译为,些爱的人,而恩珠则代表珍贵的礼物。 让人意外的是,金正恩本人也非常喜欢珠爱这个名字,并把它默认成了自己女儿可爱的绰号。 因此,朝鲜政府至今也没有采取任何方式以纠正外界对金珠爱的称呼。 不过,因为珠爱在朝鲜是一个非常常见的名字,所以有传言,朝鲜的安全部门要求所有注册名为珠爱的女性都要更改她们的名字,毕竟没有人可以与受尊敬和爱戴的孩子共享同样的名字。 虽然目前这也只是传言,但在朝鲜,政府勒令人民改名的做法并不罕见。 在金正日和金日成的统治时期,与她们同名的人也都被迫更改过她们的名字。 尽管这个被朝鲜国家媒体称为受人尊敬和爱戴的女孩在过去一年中频繁高调的亮相,但外界对于她的了解却并不多。 金正恩的女儿今年刚刚10或者11岁,根据韩国情报部门的信息,她可能还有一个年长的哥哥和一个年幼的妹妹,但因为缺乏证据。 所以,金正恩儿女的准确数量目前仍然是一个谜。 在金珠爱成为媒体焦点之后,关于金氏家族继承人的猜测再次引起了轰动。 首先,朝鲜的政权传递方式类似于君主制度,权力从金家族的统治者传承给她的子女。 迄今为止,继承人的角色一直由儿子担任。 虽然这种预测还有些为时过早,但很多人都认为,朝鲜的下一位掌权者会是一位女性。 不过,实际上在朝鲜社会,一位女性权力继任者其实是很难想象的。 因为在朝鲜,女性的社会地位非常低,男性掌握着全方位的主导权。 即使金正恩真的有让女儿接班的意愿,他也必须向人民和精英阶层解释,一个本应处于较低地位的性别,可以站在国家最高统治位置的理由。 根据国际人权组织的数据,朝鲜人普遍生活在联合国的最低贫困标准之下。 可是,就当朝鲜人民不得不面对极度贫困的时候,金珠爱和他的父母却一起过着非常奢侈的生活。 金氏家族不仅在朝鲜各大城市都设有皇宫式的官邸,他们在朝鲜东部的海岸线上还拥有多个豪华度假庄园。 其中一个大型庄园甚至设有赛马场、网球场和一个标准的高尔夫球场。 根据卫星图像显示,在金正恩的私人码头上, 还停靠着多艘几十米长的豪华游艇和一个大型漂浮式水上乐园。 金珠爱非常喜欢昂贵的服装和珠宝,相比之下,普通的朝鲜女性通常只能拥有劣质破旧的衣服,更不可能佩戴珠宝首饰。 在朝鲜,只有10岁的金珠爱经常会穿着法国奢侈品牌迪奥价值几千美元的外套, 与拎着名贵皮包的母亲和姑姑一起出现在公众面前。 由于朝鲜的公立小学相对比较落后,金正恩特别为他的孩子们安排了外国家教,接受私人教育。 其中有一位美国籍的英语老师,甚至还是朝鲜情报部门从中国绑架来的游客。 金珠爱大部分的业余时间会用来练习骑马,金氏家族拥有一种名叫奥洛夫特罗特的白色马种,是金正恩斥资50万美元从俄罗斯进口的。 每年,金珠爱和父母都会一起骑马爬上朝鲜最高峰,白头山,这不只是一项普通的家庭娱乐活动,而是为了纪念朝鲜国父金日成的年度固定仪式。 除了骑马,金珠爱也很喜欢滑雪。 几年前,金正恩专门建造了一个豪华滑雪度假村,虽然也对公众开放,但这里的消费价格几乎没有普通朝鲜人能够负担得起。 当金家在那里度假时,不仅滑到不允许其他人使用,整个滑雪度假村甚至也都会被封闭。 与金日成和金正日的保守相比,金正恩会经常带着自己的女儿出现在公众面前,参加各种公共活动。 最初,金珠爱只是出现在一些宣传性质的活动上,比如是射导弹、阅兵表演,但最近一年多以来,无论是在网络还是在电视节目上,金珠爱出现的次数都愈发频繁, 他在朝鲜媒体报道里的头衔,以及出场时的礼宾规格,也在不断升级。 金珠爱的每次高调出场,都会引发外界有关朝鲜接班人的讨论。 韩国情报部门负责人赵太庸在一份书面报告里曾经表示, 从金珠爱亮相的活动内容和所受的礼遇来看,他是目前最有潜力的朝鲜接班人。 赵太庸表示,自2023年年末的朝鲜劳动党第八届九中全会开始, 金正恩就南北韩关系问题,已经多次发表强硬言论。 朝鲜近期正在频繁实验各类新型武器。 一个个大动作背后,金正恩似乎正在为自己的政治野心布局。 在外界本应着重关注朝鲜武器实验之际,却因为金珠爱的登场, 不得不把注意力有所转移,这极有可能是朝鲜政府在有目的性的引导舆论。 分析人士认为,这可能意味着金正恩正在试图宣传, 让他的家庭像欧洲皇室那样更具现代感。 例如,在阅兵室上,金珠爱穿着外套和小帽子站在高处, 就颇有欧洲皇室的风范。 当然,这只是一种推测,也可能是金正恩作为一个好爸爸的真情流露。 他们妇女之间的相处方式可能确实是充满爱意的。 一直以来,关于朝鲜铁腕独裁者金正恩健康状况堪忧的传言不断。 尽管这些传言之后又被证明是假消息, 但从金正恩的体态来看, 他的健康状况可能也真的好不到哪里去。 最高领导人的健康存在隐患, 那么,谁将成为朝鲜世袭独裁政府的继任者, 当然也成为了全世界关注的话题。 相比于哥哥,金正恩的妹妹金宇正, 之前很多年都不被媒体特别关注, 但在几乎每个金正恩去世的传言中, 金宇正都被视为最热门的继任者候选人。 甚至最了解朝鲜的韩国情报部门, 也一度证实了这种猜测。 近些年,朝鲜国家媒体对金宇正的报道逐渐增多。 她也正式被任命为联合前线部长, 负责处理与韩国的关系。 这位看上去有些销售的妹妹, 不仅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了媒体面前。 通过职务晋升, 金宇正同时也获得了巨大的权力, 并占据了成为接班人的理想位置。 那么, 这位曾经与金正恩一起使用假名在瑞士上学的朝鲜公主, 是否真的会继承王位呢? 金宇正是前朝鲜独裁者金正日和她的第三任妻子, 前舞蹈家高音机的孩子。 尽管据美国情报部门透露, 金宇正应于1989年9月26日出生, 但韩国的消息来源却证实她是在1987年出生的。 介于韩国官方消息在涉及朝鲜问题方面的可靠性更高, 各国媒体都引用了金宇正1987年9月26日的出生日期。 金宇正的童年时光与母亲一起在首都平壤度过, 金正日的其他子女也都大多在平壤居住。 和很多独裁者一样, 金正日也把自己的孩子送去西方发达国家接受教育。 1996年至2000年, 金宇正、金正恩一起进入了瑞士博尔尼的一所贵族学校学习。 在瑞士, 他们学会了流利的英语和法语, 同时, 两兄妹之间也建立了更密切的关系。 回到朝鲜后, 金宇正在金日成大学完成了计算机专业的学业。 2011年12月, 他的父亲金正日去世之前, 金宇正一直从事着一些不太起眼的工作。 2014年10月, 哥哥金正恩接受了一次风险很高的手术, 当时, 是金宇正第一次出现在公众面前。 外界也开始普遍猜测, 金宇正会逐步接管朝鲜的国家事务。 之后, 他被任命为宣传和新闻机构的部长。 金宇正在新职位上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帮助哥哥金正恩继续树立伟大领导人的形象。 金宇正宣传部长的角色显然做得非常出色, 以至于他于2017年10月被任命为政治局委员。 2018年, 他率领代表团参加了韩国冬奥会, 为朝鲜运动员现场加油。 之后, 私生活方面, 金宇正2014年与丈夫崔成结婚。 崔成的生活是完全对外保密的, 但据说他也在金日成大学学习至政治家、 情报机构的特工或者两者兼而有之。 据传, 这对夫妇在2015年5月迎来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 2018年, 《华盛顿邮报》曾用毫无机会这个词, 总结了金宇正掌权朝鲜的可能性。 不过, 一位与金宇正认识10年的俄罗斯外交官, 却认为他反应灵敏, 具有非常优秀的领导能力。 当韩国谴责朝鲜军事演习时, 金宇正把对方的谴责笑称为小狗的叫声。 观察人士认为, 尽管身为女性, 但凭借金宇正的政治计算和冷静且强硬的形式风格, 他凭借自己政治谋划和冷静的优势在极短时间内, 便从幕后晋升至朝鲜政治的最高位置。 因此, 几乎可以肯定, 如果金正恩发生意外, 而他的三个孩子还没有长大, 金宇正极有可能将成为朝鲜的最高领导人。 这位女孩叫宋爱, 她是一名社交媒体达人。 宋爱在国际互联网上分享自己的日常生活, 她有着夸张的英国口音。 喜欢徒步旅行和烹饪。 虽然这些都没什么特别, 可宋爱却是一位在全世界都备受瞩目的网红, 因为她是一名生活在朝鲜的朝鲜公民。 她的频道Sally Park's宋爱Channel 于2022年1月创建, 有3万多名订阅者。 主要内容是展示自己在朝鲜的生活。 可是, 宋爱的视频总是给人一种不合乎逻辑, 有些奇怪的感觉。 其视频内容看似简单轻松, 甚至还很真实, 但她说话时的背诵感却很强, 很像是经过排练的。 宋爱自称是一个普通的11岁女孩, 暂时和奶奶居住。 因为母亲小时候就教她英语, 所以宋爱的英语很流利。 可事实上, 宋爱并不是一个普通的朝鲜女孩, 她的父母是朝鲜的外交官, 爷爷则是前朝鲜副外交部长。 她的母亲也出身于一个极具军方背景的家庭, 宋爱的家族属于朝鲜精英阶层, 甚至与最高领袖金正恩的关系也非常密切。 此外, 宋爱的童年时光是在英国度过的, 这也很好地解释了她的英国口音。 离学主的婚姻, 不仅仅关乎是否存在爱情, 有时也要取决于自己的政治地位。 金正日2008年中风后不久, 意识到自己的死亡即将来临, 按照金家王朝的传统, 金正日为金正恩精心挑选了很多潜在的妻子, 离学主只是其中之一。 离学主的家族有着一定的军事背景, 父亲曾是空军飞行员, 叔叔也是朝鲜军队中的高官, 都是忠诚的朝鲜共产党党员, 而被金正恩选中后, 离学主其实没有机会说他愿意或者不愿意, 嫁给最高领袖, 所以成为金正恩的妻子是他唯一的选择。 成为朝鲜最高统治者的妻子, 这意味着他必须进行很多改变才可以适应全新的生活。 对于离学主来说, 这种全新的身份首先意味着他要改变自己的名字。 分析人士认为, 离学主这个名字是朝鲜当局精心编造的一个假名, 目的是为了防止韩国情报部门获得有关朝鲜第一夫人家庭关系相关的重要信息。 事实上, 金正恩母亲的原名曾经叫做高春幸。 而在成为金正恩的妻子后, 她的名字变成了高英姬, 在朝鲜改名字并不是一种时尚行为, 而是统治阶级自我保护的一种方法。 作为朝鲜第一夫人, 离学主无论在任何场合都要展示出华丽、高雅的一面。 而在这个军事极权主义国家, 离学主曾经的演员身份却并不是一个值得骄傲的过去。 离学主曾经是朝鲜一支著名乐队的主要歌手, 2005年作为北京亚运会、朝鲜代表团的啦啦队长。 离学主的身影也出现在了国际舞台上, 凭借在中国学习的专业音乐技能和出色的表现, 离学主还曾受邀前往韩国交流演出。 据报道, 他和金正恩就是在一次表演活动中相识的。 尽管两人因为音乐而结缘, 但金正恩并不认可妻子过去的身份。 前韩国情报机构负责人在一份报告中曾表示, 为了隐瞒离学主的身份, 他所在乐队的九名歌手甚至因此被朝鲜政府送进了监狱。 尽管如此, 离学主的歌手身份还是没能被彻底隐瞒。 在朝鲜的传统文化中, 和金正恩的出发。 2012年, 在金正日去世一周年的纪念活动上, 这是一项每一个朝鲜高官都不能缺席的活动。 媒体注意到, 离学主当时的身材相比六个月之前明显要臃肿了很多。 众所周知, 朝鲜已经连续三代由金氏家族统治, 这并不是偶然, 而是朝鲜的法律。 金氏王朝遵循名为金日成思想体系十大原则的统治标准, 其中规定, 朝鲜共产党必须永远由金家血脉代表。 这也就让金日成家族的世袭制度拥有了合法性。 即朝鲜国家领导人的位置只能传给家族的内部成员, 并且这个成员必须是男性。 因此, 对于李学主来说, 生下一位朝鲜第四代男性统治者是他最重要的使命。 尽管朝鲜实际上禁止通奸和义夫多妻制, 但国家元首却可以同时拥有多个妻子与情人。 如果无法生育继承人, 妻子不能阻止丈夫另寻其他伴侣。 金正恩本人就是父亲金正日众多情妇之一所生的孩子。 对于李学主来说, 重要的不是生育几个继承人, 而是谁才是真正的继承人。 比如, 金正恩实际的继承权当初只排在第三位。 但在金正日任命继任者时, 金正恩成为了最终的权力拥有者。 他的两位哥哥金正哲和金正男都没有得到父亲的青睐。 朝鲜的家庭法规定只有在出现不可调和的分歧, 明显的家庭暴力问题和通奸的情况下才能离婚。 而根据金氏家族的法律, 金正恩可以违反义夫一妻原则, 但妻子李学主则绝对不可以提出离婚的要求。 这意味着李学主必须永远作为金正恩的妻子。 而她最后的命运往往要寄托于自己的孩子能否继承权力。 那么,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内容。 还请您免费订阅和分享RUN媒体频道, 欢迎各位在评论区交流各自的看法。 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大家有 Rhodes吗? 下期节目的 Media